视频上展示的这两种物料都是用来替代燃煤的高密度压块燃料 左边的灰色压块燃料是用牛粪经过压块机压制出来的 右边白色的这种棒状燃料 是家具厂不要的木屑爆花经过我们的液压款制棒机压制出来的 这两种成品物料密度都非常的大 非常方便存储和运输 用来替代煤燃烧当然是非常不错的 本来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废弃物 经过这么一处理 不但解决了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 用来出售的话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 你说这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和漂亮呢